今天來巴提亞的一個海鮮店吃海鮮 在南巴提亞有一個海鮮店 據朋友介紹說這個海鮮店 口味比較適合中國人吃 也就是說它沒有泰國菜的那種味道 中國菜有點像 我們就來嘗試一下 我們五點十分到了 店裡面還沒兩個人 點點菜 來品嘗品嘗給這個海鮮店打打分 看看到底怎麼樣 這個就是中國菜了 這個是什麼炒花爐 這是素菜 素菜炒花爐 這個什麼東西白果 白果 不錯 泰國的名字叫帕卡切 叫帕卡切 素菜 有人說它是空心菜 其實它不是空心菜 然後有人說它是那個什麼切牛花 但是本地叫帕卡切 具體叫什麼我也不知道 這是什麼魷魚 這是什麼魷魚 什麼是 賣工 賣工 OK 我們再走 這個是什麼魷魚 咸淡黃 哦 咸淡黃魷魚 不错 很好 很好 这个是生的生蚝是吧 蘸这个吃 不是蘸 我一会教你吃 这个和这个放这里是吧 我教你我教你我教你 这是什么 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吗 我今天第一次看到 我要试一下 这是锣 煮熟的锣是吧 嗯不错 食欲大开 来了 花蟹 这是什么鱼啊 东兴班 东兴班 怪 活的 活的都是活的 没有死 吃完了 一共点了八个菜 大概是五瓶啤酒 四千两百猪 价格 我就不说了 大家自己去评判 泰国的海鲜是有高有低 每个地方都不一样的 但是呢 就谈谈 口味 口味确实比较适合中国人的胃口 基本上 和中国做的菜差不多 而且 而且它还有一个特点 确实是鲜活的 都是活的 因为那个海蟹啊 什么鱿鱼啊 你一吃就知道是 是不是死了以后再做给你的 还是活的做给你的 所以说 味道 我给它打分还是蛮高的 味道不错 价格你们自己说吧 我也很少进饭店去这样吃东西 我也不太清楚 这家饭店很大 大的让我怀疑 是不是以前接待旅行团呢 那个厕所就像我们中国高速公路里面呢 收费站的厕所一样大 非常干净 而且坐在里面吃饭很舒服的感觉 在海边嘛 很不错的地方